各位游客朋友,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景区最具标志性的景点,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。 我们现在所见的雕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主席像。 如果咱们要说它是最大的话,就一定要用数据来说明。 我们看向这个主席像。 它的一个总高度有32米,寓意主席在1925年写下庆元春长沙时,它的年值32岁。 东西两间长83米,寓意主席享年83岁。 前后南北宽41米,寓意主席在位执政41年。 8341也是主席贴身警卫部队的一个番号。 咱们主席像设计成一个自然的山铁,不仅仅是因为主席从大山里面走出来。 在它的一个肩膀里面,它是一个镂空的设计,里面拥有2200平方米的一个空间,分为了上下两层。 里面用作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掌管。 已经于去年2018年的9月份正式开关。 而我们整个雕塑呢,是用了8700多块花岗盐,精心拼接而成。 食材采用的是产自福建农盐永定出厂的花岗盐。 之所以采用花岗盐,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寓意,它叫做永定江山。 同时,它非常坚韵,能够耐后咱们湖南酸雨的一个季节。 并且,它在不同的一个天气,呈现出来的颜色,也是不尽相同。 而我们看向主席,它的头部,它是朝向的东南的一个方向。 为什么呢?它为什么不是在正中间的一个位置呢? 东南的方向是太阳升起来的一个位置。 所以主席在橘子州这片恰同学少年的热图中, 还在关注着祖国未来的一个发展。 中国人人争取贵足。 右边当初,msor, الد堤诺小将隐岛的二人争取贵足。 它只可以。